Hello,歡迎回到今晚的動漫廢物 今晚講的題目就是女神降臨 我們不是講那一套韓劇 是講漫畫 收聽方法大家正在收聽 因為今晚有些技術神的故障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有人犯太歲 電腦全部都弄了 有什麼突發的事情大家體諒一下 那女神降臨 大家好,我是明治 我是袁 Sunny Rita 我們今晚這麼多 那女神降臨我們今晚講的是漫畫版 主要是在Webploon連載 作者如果中文譯他們可以譯作Mao Mao 因為她的韓文叫Yao Ani 其實就好像貓叫Yao 她的IG就是Mao 我之前在網上找了很多關於這個漫畫的資料 發覺你一打 除了不停地出這個女神降臨的韓劇資料之外 另外的資料就是出一個作者資料 包括Yao Ani整容 Yao Ani離婚 Yao Ani老公 Yao Ani減肥 全圍繞著作者比起漫畫作品更多 我基本上找不到任何一篇東西 關於討論這個漫畫的任何一篇東西 在網上不知道為什麼 但這個漫畫其實是很紅的 因為說說作者 作者其實在幾年前 好像是進不到大學 後來她就頹廢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就開始畫漫畫 打算參加一些比賽 她原本就畫了一套 以男性做主角的一套漫畫 她本身是一個渣男 後來就因為努力 就變成一個男神 然後去重甯國生 類似一個這樣的漫畫 有圖的那個漫畫 叫做… 忘記了什麼名字 不是叫渣男嗎 不是 五個字 誰都有秘密 對 誰都有秘密 用來做一個出道作 後來就… 好像就不是很成功的 不是很成功 是她自己畫了三回之後 她冷靠 她冷靠就沒有畫到 過了幾年之後 她就重新再畫 就覺得不如試一下再畫 就拿回這個故事的藍本出來 就把我的主角變成現在的女主角 然後其實都是今月後面 跟著兩個男神 然後就畫了一個關於透過化妝 而改變人生的一個故事 對 因為誰都有秘密 就是一個肥宅就被人歧視 被人欺負 所以她就要減肥 健身做運動 改變自己的形象 去追求女生 然後… 甚至他改變完形象之後 那些女生會主動過來追求她 所以… 剛剛那個人走了 哎呀… 絲滴走了 難怪今天不說 那女神降臨就倒轉 難怪今晚大家留在這裡 原來是這樣 不是啊 你才是女神 冰之女神 那女神降臨就是把女主角的一個醜女 靠完化妝之後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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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就有了現在這套作品 那… 那… 為什麼我們剛才說 在網上找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跟作者有關 因為呢 作者在… 連載了這個作品 沒多久後來 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就鋪了自己的照片出來 那大家就發覺 這套作者是一個… 都… 非常美女的一個人 很少看到女漫畫家 是… 就是這麼美的 應該是吧 我沒有怎麼看過 我不亂說了 我不亂說了 傳聞中的河下水晶是很美的 對 充滿100%的那個 但是就連… 因為它是連雜英社每年 周年都不潑頭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小傳聞 即是爆問裡面的這個倉樹熊 就應該是這個充滿100%的河下水晶 而另外的東西是… 就是它的樣貌 所以好像冰姨所說的 就成為了焦點 對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覺得 為何好像… 跟女主角很相似 那大家就在圍著 其實女主角 你在寫的一些經歷 或者… 莊前莊後兩個樣 是不是其實都是 作者本身的真實經歷 那她在訪問都說自己 她自己認的 她說是呀 我其實拿了一個樣子 都是很醜的 那當然大家就不相信 都是當她謙虛這樣說 不是 我相信 我不… 我不批評 我相信 是嗎 那你化成這樣 其實一定是很漂亮的 但她身材好過朱淨 對… 差不多 我不知道 因為在社群網站 你知道那些是輪胎的 輪胎的 輪胎也會變成沒有輪胎 但那些已經不是輪胎 就是輪胎 那些是輪胎 你說輪胎就不是輪胎 但這個身形應該是留年開的 對 她有做運動的 韓國那些很多都超漂亮的 新型的 社群網站 超瘋的 你真的保持做運動 保持新型的 你為了… 因為他們… 其實重點是 他們不只拍照 他們也拍照 他們也拍照 他們也拍照做運動的影片 那他們的形狀是 展示出來 有得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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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我想… Anyway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因為這一套 他本身在Webtoon都OK受歡迎 但是自從作者公開了自己的樣子之後 立即第一 就再搶了 整個作者 好像過了漢念時代頭 他長期都第一位 他以前是第二位 他這套其實很厲害 他一開始 好像一個星期左右 就已經成為了綁手了 連續幾年都做了很多的 慢玩平台綁手了 他到現在為止 累積已經超過40億的點擊率 我當時以為是打錯字 然後說40億 那他百多話不出奇 很誇張 但40億 真的很誇張 不意外 真的不意外 40億其實 如果以Edmond來說 也不是真的好 想問是電視劇出前 還是電視劇出前 出之前 出之前 其實40億這個數字 是2020年的數字 是去年年中的數字 所以 他是非常之紅的 但是他在很多不同國家的漫畫平台裡面 基本上都是排綁手的幾位 他不只是在韓國紅 這套漫畫 不過可能香港 我們以前有提到 香港比較少接觸到這類的漫畫平台 國際性的 不是香港的 所以可能對韓國漫畫 就不是說知道很清楚 所以才感覺不到其實他有多紅 但是在韓國或者其他國家 他這套漫畫是非常非常之紅的 Yukin說他現在正在看《大結局》 我還沒看 今晚是《大結局》 至少有什麼特別 等等 有特別 這套漫畫完全改了 誰知道他在說什麼 等等 新的好像有東西要公開的 對 因為在講這套作品 在講關於劇情的所有東西之前 我們既然要講這個題目 我們自然會有些討論 在主持歌裡面 我上個星期 現在就做完上個星期的節目 我就問冰芝 女神降臨打算講到哪個位置 冰芝就回覆我 冰芝就回覆我 講到69話 舒進和朱正拍拖那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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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緊不緊要 我看到69話 今晚今晚就回到86話 李修豪回到韓國 我看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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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 喂 這套東西 我們兩個月前畫牌 兩個月前沒要給大家看 看了 慘了 我只是星期一才開 是你的問題 那我同意你不能在做節目那一天都還沒去到 但我以為你看到69停 那我就69停了 那你有沒有想到你突然加碼 兩個月前大家說做了一天 我們沒有說到去到哪裏 你直接說露宿搞什麼 你不想跟我說 我怕你不知道在哪裏 但看多了你又丟了 我看多了 你又不說去到哪裏我看多了 你又說我看到69 我是不是看到他們玩69 我這樣一直都還沒到 那就不要了 你今早臨時加碼我都不要緊 不用那麼仔細 平時一向都是劇透王 那些做事比較有膠帶 你講話Venture就講到Tony Stark死那裏 你自己不做戲 劇情簡介 故事簡介 其實很簡單 那裏女主角任朱靖 本身是一個比較醜的人 主要她的皮膚不好 臉上有很多暗瘡 不只是她是醜 因為她單眼皮 粗眼眉 嘴巴又不漂亮 諸如此類 總之她是醜的 因為她甚至在故事上都說 為何父母生得姐姐和弟弟那麼漂亮 而我是醜 所以她是醜的 是醜的 以前就開始接觸到化妝 慢慢開始學化妝 然後到她高中的時候 將自己化到一個 大家心目中的一個女神 畫面上看到她 從而對她的待遇完全不同 同時她認識了兩個男神 包括舒進和修豪 左邊戴耳環的就是韓舒進 右邊穿衣服 不是兩個穿衣服 正式穿衣服的就是李修豪 遇到兩個男神 後來跟他們經歷了很多事情 分別跟這兩個人開始戀情 先後跟李修豪先拍拖 拍拖嗎 其實還未開始 大家都知道大家喜歡 大家預備開始的時候 明知原來覺得這樣就拍拖了 拖了手就成了 拖了手就拍拖了 你也跟其他女生拖了手 吵你了 我以為貌眼 後來是中途 預備跟修豪開始的時候 修豪就因為有些事故 就要離開韓國 離開韓國要回日本 後來就再過了一兩年之後 這段時間其實因為她多了 跟舒進都在一起 後來就跟舒進都在一起 已經去到大學了 其實舒進一直在高中的時候 都已經喜歡了朱正 但是因為她知道朱正的真命 當時是東豪 所以她沒有主動進攻過 後來東豪走了之後 她就再跟她一起 哦 歐二嫂 穿紅鞋 但是你們說沒有開始過 那哪有紅鞋進去 她離開的時候 兩個人有表白 那一刻應該是開始 但不知道為什麼之後是沒有聯絡的 不是她沒有見證 她說她下去樓下等 她知道你們兩個 因愛 那我當然要離開 說不定你在樓上打電話 那你真的知道了 她知道在機場 大家三個一起 她猜到的 她猜到的 當面朱正和收豪表白的時候 其實舒進在旁邊 舒進特意下去 她特意拍 她知道他們有些事情 那我當然不做電身膽走一旁 即是我見你們兩個上房 我不是在門下 加油 有袋子嗎 看著腰子 這個很厲害 那當中 舒進和收豪本身 其實是一對很好的朋友 後來因為 世賢那件事 令到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反目了 後來就說好如初 但是世賢那件事是什麼 待會我們慢慢都會提一提 提回聽眾 其實女主角是叫任朱正 她姓任的 但是因為我們一般都會叫朱正 朱正 朱西 那我可以逐個說一下 說一下女主角 你們其實覺得她怎樣 我覺得她本身個人 是有點傻傻的 她做了一些行為 簡單來說 她是一個完全在高中之前 是沒有拍過拖 她曾經有喜歡過一個男生 後來就因為樣子 然後被人玩 所以她對身邊所有 關於拍拖 和感情的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知識 沒有什麼概念 她遇到任何類似的問題 都是上網去問網上的人 然後教她怎樣做 又要上網 她想去討論區 她想去討論區 她想去Nava的討論區 她不是用Google 她不是Google 搜尋過討論區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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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G 所以當她遇到一些 最初 和Souho 有些曖昧事後 發生的事的時候 她也是想去討論區 問一下大家 怎樣去解決 但是別人就給她一些 判斷她 又不全部都是判斷她 那一刻叫她釣高來賣 這部分就有點像電車男的橋段 其實你救女生就是這樣 我想冰芝想說的是她的% 其實電車男的影響是很大的 她很流行拿著電話 然後有很多個訊息 就告訴大家大家怎樣回應 連她電視劇也是用這個模式去表達 我覺得這件事 看上去的時候看著 好有見面的電視劇 對 我也覺得是 而 就是說 山藍我覺得其實不是山藍的 就是 她教她釣高來賣 但是釣高來賣 你賣得太多 方法沒錯 不過你利用得利用得錯了 還有因為你很難的 你每一 都是那句 所謂 所謂 溝女就是 你網上那些又不知你是誰 又不知你溝的那個是誰 我怎麼知道你的方法 是否一定適合那個人 可能對十萬個人都得咒 偏偏是十萬零一個不行 沒有說的 沒有說要不要求 那些感情台都是這樣的 我沒有想過這些 我沒有想過這些 對她有意思怎麼辦 好像奸她 一定可以的 坐牢 一定可以抓到 那些是印尼還是印尼那邊 她是用樓下花點條的大波那種模式來講的 還有本身 朱西她因為之前未化妝 是長期處於一個很自卑的情緒之下 她對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 是會顯出一些 很不夠大膽的東西 雖然身邊的人都說她化妝之後很漂亮 但是她也是 不會相信自己真的去到女神 即是這麼女神的一個地方 她覺得她見到的身邊的人 全部都比她漂亮 她不覺得自己漂亮 因為她習慣了知道自己醜 她一直都覺得自己醜 所以她就算身邊的人說她 她已經很漂亮 她都覺得那些人純粹是客氣的 她不認同自己的 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用 她會明白的就是 我總有卸妝的一個時刻 不卸妝 不卸妝 我不卸你 這次 當然她的好處是 她早就知道她的側面是怎樣 其實朱靖她不單是沒有膽 如果我是現實中認識這個女生 我不會太喜歡這個女生 是啊 我也覺得是 因為她一來就是 她非常細膽 我覺得她不僅是細膽 她是自己覺得別人覺得她不漂亮 但反過來也會嫌棄一些不漂亮的人 譬如大學編之後 她會再去外面有些聯誼 可能一見到別人覺得她很油膩 我都會不喜歡她 但其實她之前也是這樣的人 所以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她塑造這個女生 她不是特別有魅力的女生 譬如說她可能化妝化得很厲害 但其實 之外 其實她跟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有說過為什麼這麼喜歡她 譬如有個朋友叫秀雅 就說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你 因為你很隨和 親和力很強 親和力很強 但是你作為一個讀者 在那個作品你感受不到 沒錯 但是她唯一讓我感受到她的優點 就是她比較善良 你剛才說她 去到後期她都是看樣而缺 就是她看樣為之 我又不太認同 因為她最初看到 舒淨的妹妹 叫做 忘記了什麼時間 高雲 高雲 高雲的時候 她都是因為看到她 覺得她唱歌很好聽 但是她又是因為 樣子衰的緣故 所以被人排斥 而且她沒有什麼自信心 她是主動去幫她的 那這一刻她可能是 所以她就想幫她 是不是出於一個 真的 完全不關樣貌的事 不肯定的 但是我也坦白說 基本上你所有人 大家的印象都是以樣貌先的 我想這是人之常情 以樣貌先先 大部分人都猜 但是 因為剛才大家舉個例子 是說她去到大學之後的生活 然後畫得很漂亮出來 然後在街上走 有一個突然間 一個肥奶叔 又整臉有 突然間走來問她 拿電話 然後她嚇得走了 其實她不是因為 嫌棄別人的樣子 所以她是 不是啊 還有一個劇情是說聯儀的 聯儀是有不同的人去見她的 她跟著也是有嫌棄別人的 那個 就是我們的範圍之外 或者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對 我印象中是有見過類似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作為一套 這個作品的主題 當你的主角是一個 因為外貌非常其善的人 而當她獲得了一個 從我身身之後 她反而做回這個行為的時候 是有一些反感的 嗯 沒錯 但跟冰芝剛才說的 在地鐵被人抄牌的 就不同 是不同的情況 地鐵抄牌的 她純粹看著 不要差這麼大年紀 而且是嚇到的 對 那個是你AV那些 那些醜男 走過來 是嚇走的 還有之後就是 因為這個女生 可能中段 比如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都看過很多少女漫畫 你怎麼都會有幾段 就是女主角發威的時候 但是這個女生真的沒有 比如說 她很辛苦 又要去化妝大學 要去彩妝部 不知道什麼 但是 讀了很久之後 聽起來失敗 其實劇情是很奇怪 你說她很辛苦 我終於找到我的人生目標 我現在的樣子變漂亮了 然後我終於可以想到 我究竟這個人生有什麼意義 誰知是失敗了 其實我覺得那個劇情編排 我覺得有點古怪 她不是之後再報一次成功 不是完全失敗 她讀過第二課 她之後讀了 不是讀化妝的 她之後是讀那些 什麼影片 不記得了什麼 她已經不是讀她想讀的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些就像現實 有一個很充分的理由 因為那一刻阿修浩走了 沒有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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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覺得 我接受到這個解釋 還有 如果我們在看那個範圍 她還在讀彩妝 不是 她在讀彩妝 不過她不是心目中最高的那間 她二流的彩妝大學 她上那個詩藝課 是沒有學分的那些 一定要收 等於我們大學的時候 讀主科 都要上一些完全不關係的科 都是拿分的那些 她是讀彩妝的 不過不是原本想讀那間 最高的那間 還有大家姐剛才說她沒有發威 我會看到她唯一威的就是幫人化妝的時候 那一刻她不是很威風 那一刻她整個人生都是沒有自信的 那一刻她突然開始 做一些覺得自己擅長的事情 而做出來又被人稱讚 所以她在那一刻是有自信的 你會看到她開始有一點發光的樣子 以前就一直都是烏雲害頂的 整個人生都是 這個就是唯一她比較 突然覺得她有信心 以及比較有光環的一刻 好像找到方向 終於知道這個主角的光環應該被出現 就是她這個技能 就是跟她高雲化妝那一段 我自己就沒有特別覺得這個角色不討好 如果真的要說她不討好的地方 我反而覺得是她那種懶和行氣 當你有個目標的時候 她還是很夠懶 我投入不了 沒錯 可能她說我是兒女 所以大家栽培我的時候 不會把我放在第一位 所以她就跟媽媽發了一段脾氣 但其實事後 你見到她買的 因為之後我們會說 你看到她的衣服 很明顯是有牌子的 是我自己現在都不捨得買的衣服 但你會看到她還在她身上 我跟你說 她不知頭幾話已經拿著MS袋 即是外馬仕袋 但當然她 是淘寶回來的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淘寶 但那一刻應該 還是姐姐的 姐姐都沒有錢到拿著MS 姐姐有錢買有多奇怪 是MS 我還不知道是你媽全 不是不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姐姐的 其實沒有說不知道 是不是淘寶也有可能 總之各樣都有可能 總之如果是她自己買的正版 就沒有可能 其他的都可能 我想這些可以之後再說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 她裡面這一方面的表達手法 是多細緻 其實我想說這個故事 就是大家剛才在說 她有沒有發威 其實這個故事是純屬一個愛情故事 很普通的 只不過是 還要是 之前Tim經常吊的那一套是什麼呢? 說兩個很帥 什麼吳彥祖和不知道是誰 單身男女 女主角是誰 高原 說是科幻劇 就是這種 大家就是看到 舒進和 舒進是 那些叫什麼 學校的 小運運 樂霸 但是又是 可以做model的級數 另外 修豪 就簡直是 全校第一 全校的王子 她高傲 但又不擇心人口 她又低調 但又賣人愛戴 其實是Vaness鬥仔仔 哈哈哈哈 即是兩個 哈哈哈哈 太舊了 沒有人知道 大哥 我都要混一混是誰 完全是兩個在學校的極端 的帥哥 品行極端 兩個極端的帥哥 都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 她又不用怎麼選擇 因為她從來都全程投入在修豪 所以這個是一個沒有張力的故事 完全是一個沒有張力的愛情故事 因為你一定知道最後就是他們 幸好她要拖 所以修豪要離開韓國去日本 其實是因為真的要拖嗎 因為她好像說病了那一段是停了 是因為她病了 不是 她停了那一段 即是她作者病了那兩個月 那個時間是跟故事沒有關係的 因為她一早預料她會跟這兩個人拍拖 也有讀者在訪問中問過作者 其實你心目中你是輸進派還是修豪派 她說她一早知道應該是誰 不過她沒有說什麼人知道 她說你們只看吧 不是 我記得她有一段 即是由第一部過到第二部的時候 特別不知道 那些讀者問她的時候 如果要你選擇你會選誰 她說她選不到 但後來在近期的訪問裡面 她說明我心目中有特定喜歡誰 不過她現在不說出來給大家知道 你自己看下去吧 其實是朱鷹 即是姐弟戀 吃光了什麼事 要光了 還有作者有說過 其實她本身打算寫高中 是沒有寫那麼長的 是打算四十幾五十話就完了 誰知道寫到六十話 說到另一個男主角 即是李修豪 李修豪剛才說過 就是新春高中的男神 富二代 她一白是一些明星 出名的國際明星 全校第一名 成績很好 但在學校就很酷 什麼人跟她說話 基本上她都不理睬人 看見面招呼都不打 就碰行碰過 都覺得她是不喜歡理睬人的人 但其實她本身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她根本就不會跟別人相處 因為她沒有朋友 她從小到大都 基本上都是自己一個人生活 她整個人生 整個童年都只有兩個好朋友 就是舒進和我們之前說過的世賢 但到後期 反了木之後 一直都一個人生活 她又不在韓國和她一起 而且她本身很討厭她爸爸 因為她的家庭背景 簡單來說就是有點複雜 她爸爸是明星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你把整件事放在四哥身上 你就明白了 神經病 大家分開了 迪波拉還沒死 分開了 你想想如果當年迪波拉是死了 那謝凌鋒就生氣她 然後還要你爸爸的女朋友 比你年輕的女朋友 沒有難度 對於他們來說 所以就生氣了 所以就生氣了 我還沒吃到她 你吃了又不生氣 所以她一直都很孤僻和孤獨 也不懂得交朋友 所以有一個她不怕的人 對於她來說 就是任主席是不怕她的 一開始怕她的 當然一開始任何人都怕她 但是他們在漫畫店相遇到 爭的就是伊藤潤爾的作品 因為爭了伊藤潤爾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喜歡看恐怖漫畫 所以他們的起始點 就是在這裡 在漫畫店裡面 現在在香港是沒有辦法發生 沒有漫畫店 都還有的 你凍費這裡借書 我可以坐下來 慢慢看漫畫店 即是沒有漫畫咖啡 對 前面有一間 他們就因為這樣 就有一些歡喜冤家的橋段 所以兩個有介紹 看漫畫 哪一本好看 修盧發覺 原來 有個人可以這樣對她 對於她來說很新鮮 而且她對著任主席 是未化妝之前的任主席 所以她就知道 這個醜女也不錯 所以可以跟她有交流 所以一直都說有錢人 就什麼都玩過了 玩些奇怪的 懂些東西 懂些東西 好味道不同 還有我覺得一個作者 在這個位置 他很喜歡放了一些位置之後 突然做回憶的時候 說出來 我覺得其實當修豪怎樣發現 任朱靖 朱靖和朱西的分別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幕其實是挺浪漫的 就是因為一句 類似口頭禪的事情 就是當他們跟朱西說漫畫的時候 他類似有一句 霹靂淚珠 對啊 說了一句這樣的話 然後當朱靖以朱靖的新聞出現的時候 跟同學聊天的時候 突然說起這句 然後那一下就令到修豪發言原來 他不是看到他所說漫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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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些懷疑 這個人難道就是我慢慢看到那個朱西 那一刻懷疑 到後來他再撿到他那個 修豪頭骨的公仔下半身的時候 然後看到朱靖的朱靖 又揹著頭 他就知道 你應該是 然後捉著他跟他說 你是不是朱西 因為他是隱藏了他 因為這句對白不發現到的這件事 是啊 我想幫你而已 那句對白就是 大家純粹都是想著 他是把鎖匙扣的下半身給他 讓他知道 但原來他是知道了 所以他是把鎖匙扣的下半身去 去trigger整件事 那你到後再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挺浪漫的 還有他這個報告挺有趣的 他不是在很短的時期之內 就把兩件事呈現在你眼前 大約69 中間放了一些東西 中間放了一些東西 當你說完那句話之後 他有點懷疑的時候 過了一段 你其實某程度 因為你玫瑰閉嘴 如果當時 你可能會忘記了這件事 到他後來 因為有個公仔 而再認出他是朱西的時候 那你可能那一刻 你未必串連到 之前已經有些顯示放進去 但是現在 當我們再看看 就發現 很早已經有一個引子 放在那裡 很早就放在那裡 那你就會覺得 布局也挺有趣的 就不會太單方 因為那個公仔 就好像有點牽強 而另外他 譬如他發現 因為當朱靖發言 原來 知道我是朱西那個人 在學校 而他真的發現了 我朱靖和朱西兩個面孔的時候 然後他跟修豪說的 那個關系變得很有趣 就是你做些什麼 我都會答應你 我覺得這個位置 在電視劇 我們遲些可能會說到 就是他玩得更大 而且我覺得那裡 除了玩之後 他放多了東西在那裡 電視劇是更加有趣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漫畫版的修豪 是比較可愛的 我也是 漫畫版修豪 我們今集不會提到太多 可能假期不喜歡 如果碰到也會說 但是因為 在漫畫版 我原本是修豪派的 但是看完電視劇之後 我連看漫畫也變成了 舒俊俊派 舒俊派 多少是受到演員的影響 但是漫畫我比較喜歡修豪 因為他比較容易令讀者見到他可愛的一面 原來平時所謂冷漠的他 其實是很多可愛 緬甸 含羞搭搭 我覺得他表白那段是很好笑的 因為他剛才冰箱提到他們拖過手 他跟誰 舒俊 我只是想看看是誰 並知道拖過手是誰 對 對 對 我看看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修豪和朱靖拖過一次手 那時候朱靖打算表白 然後修豪是禁停了他的 因為修豪覺得應該送禮物 然後由我表白 然後禁停了他 但他又沒有說下去 然後他回家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看著 我不是不應該按停 他在做什麼 然後又是上網去Google 問人 我覺得很可愛 我只看漫畫 我也是修豪的 因為他的反差很大 他平時的樣子很酷 然後他跟朱靖 就是那些曖昧的時候 那些小鹿亂狀 那些感覺 跟他平時很酷 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 那些位 他們做一些事情 好像剛才申請所說 想送禮物給他 但發覺 為何朱靖想先表白 然後他覺得 應該表白應該是男子 先說 所以我為了令到我可以男子 先說 當然我不讓你說 我當面說 你不要說 有什麼事 但他做出來 就好像拒絕了他 其實類似這樣的事情 在很多情況之下 都出現過 那大家就是做一些事情 只不過是想 根據自己的劇本走 但做一些事情 就令到對方以為 其實對方會不喜歡我 是因為他拒絕我 很多小誤會在出現過 之間 曾經發生過很多幾次 好 那不如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說 東漫訓物的女神光